每一个人是看他们的感觉 如果他们介绍了 这个练习期间是一个练习期间 如果他们明白这个练习期间 我相信他们不会 每一样小小的东西就讲是鼓励 有时候我们想 OK, Junior, you need to take the blood for the patient 你要出学 这个不是我的工作 他要叫他的护士来做 所以他们会说这是护士 但是护士是你的练习 你要学的 如果有一个 Senior 每一天都来看到你就骂你 看到你就骂你 或没有骂别人 所以第一 他要明白 他要看 为什么每一天都骂我 是我有做错东西吗 如果没有做错 为什么有骂我 所以那个是没有意义 不过如果每一天都是做错东西 他们也可以讲不理 如果他没有没有个阿嬷你 就或者我们是讲 担心病人 很危险 像你刚才有提到说 就是2017年到现在 有120个Case 对 对 对 所以说实际上来讲 医生是一个很高压的工作 有这个问题的人 应该是有这个问题 有压力问题的医生 应该是更多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Hopline 怎么样去鼓励更多人去使用这个Hopline 我们有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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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的Twitter 还有我们的社交媒体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不过我相信 有不是很多医生 找我们 叫做报告 但是有可能他以为 如果我要报告得好 有可能 那个新公司在KKM 他们会认为这些人会认为他们会来的安排 所以他们会认为认识 还有一个是 有可能他们是以为 如果我们想我们帮助不是指政府 而是association 有些他们都是担心的 如果我们拿那个案子上来 我们要做个报告 要帮助他们 我们都是要回去那个 所以他们都会担心 他的行业会被担心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们的短情就是说 任何一个报告 都会被担心 不然 如果医生说 你都可以担心我 因为我希望他们被担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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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